这个甘吉娜明显地感觉到 这个是不公平的 这个结果有些不公平的 双方发生了口角 塔吉克斯坦总统保镖书比赛不服气 推荡中国姑娘还不算完 还骂骂咧咧地辱骂中国选手 甚至想强夺奖杯 嚣张挑适的人名叫甘吉娜 绰号幽灵汉妇 可以说是非常形象了 只因性格非常泼辣 能动手就绝不动嘴 她可是跟随总统保镖十几年 实力可想而知很强悍 就看她现在出场的样子 就知道她绝对不是一个好惹的 今天将要迎战她的对手 是中国的陈玲玲 虽然比赛经验不丰富 但每场比赛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号称现代版的穆桂英 专门克制妖魔鬼怪 在比赛正式开始前 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 小编助兄弟们发大财 比赛开始 红色全套陈玲玲 黑色全套甘吉娜 世界冠军 而且这个台军道风格 甘吉娜系列的是ITF台军道 也就是更加坚决于实战的台军道 甘吉娜还是一贯的作战风格 进攻比较强势 陈玲玲是练习散打的 很擅长控制两人之间的距离 但是因为对手进攻欲望非常强烈 首回合被对手多次近身 对手在内围上的打击比较沉重 陈玲玲还是应该做好防守 对方首回合的攻势确实很强 对方就是直接进内围 目的非常明显 就是将对手按在擂台上进行打击 陈玲玲首回合更加注重防守 甘吉娜幽灵汉服的称号真是到位 有迷惑性 这个转身后腿啊 动作的隐蔽性还是非常漂亮的 是的 你看又一个 可以说甘吉娜啊 她的这个拳腿的密度 是到目前为止是极其罕见的 不光是在女子当中 男子比赛当中也是很少见这种密度 那么陈玲玲如何运用自己的散打的基本功 还有太拳的 看这个时间差 首回合已经过去一半的时间 这时候陈玲玲也适应比赛节奏了 利用自己经典的腿法招式 限制对手的近身 但甘吉娜毕竟是经验丰富的老将 面对陈玲玲的腿法 她也将距离控制在自己有力的局面 打法经验非常丰富 确实是一个实力强悍的高手 怪不得赛前瞧不起这个 瞧不起那个的 原来是有嚣张的资本 陈玲玲现在并不敢大开大合的打击 更多还是试探阶段 前的这种各种的猜斜 让甘吉娜在这场比赛 发挥出来了自己的优势 没错 甘吉娜的身高比陈玲玲是低了6公分 但是呢 又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 这种身高的劣势反倒变成了优势 她是完全用自己非常好的这种距离感 空间感 脚下移动的快速 弥补了这个身高跟地板的这个劣势 是的 那么陈玲玲现在是处于一个 被甘吉娜压制的这么一个 可以说是格斗的这个节奏惯性当中 甘吉娜这时候 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进攻中还是一脸的瞧不起 似乎是没将陈玲玲放在眼里 陈玲玲压力确实比较大 因为甘吉娜是她目前遇到的最强对手 更何况性格还非常泼辣 陈玲玲必须得小心防守才行 打个跟上 那么对于陈玲玲来说呢 这个第一局 到了比赛的最后的这种反应 其实她一开始这种状态 状态就应该是拿出来了 对 跟对手相比 今天陈玲玲有点慢热 是的 看她的全反的密度 即便是慢进攻来看 还是相当的这个 还是相当的让人叹为关键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 陈玲玲现在加强自己的进攻 不会轻易再被对手压制了 首回合的时间 就被对手的重拳重腿限制发挥 这回合也是发力的关键 再被对手拿到节奏的话 那场面就危险起来了 现在两人进攻都很凶 尤其是对面的干吉娜 像恶狼扑式一样凶狠 场上已经是白热化的阶段了 虽然这不是重量级的比赛 但长时间重拳累计下来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肚子火在第一个回合 我们现在又是一个转身 这场比赛太精彩了 确实这几年 虽然说我们也经常能看到 女子这种国际比赛 是的 但是像这种速度 这种能力的确实少 陈玲漂亮 我看到陈玲现在开始 把自己的这个散打 所擅长的这种像侧踹腿 因为毕竟自己身高 立场腿长 为什么不去控制距离呢 对 陈玲玲这回合 有了很多侧踹腿的运用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精准打在对手身上 甘吉娜最厉害的 就是那位纠缠 一旦缠抱住陈玲玲的话 那就是毫无章法的乱拳杂击 并且力量也不小 那时候陈玲玲就没有招架之力了 所以她现在就是控制 两人之间的距离 战术运用非常成功 经过首回合的相互试探 陈玲玲已经非常熟悉 对手的打法套路 已经慢慢建立起了 自己的优势 漂亮 后边腿 但是即便是刚才打锐刹那 甘吉娜 又是连续的多个左右摆拳 甘吉娜突然启动这一下真快 是的 现在 陈玲呢 是需要有二次进攻 她已经是多次了 现在只是说是我虚晃 我作为后腿的边腿 是的 势大力尘 没错 但是呢 甘吉娜 作为一个16次的 塔迪克斯坦太刀冠军 世界ITM太刀冠军 早已经 这回合 还有将近一分钟的时间 甘吉娜转身白腿重心不稳 两人双双倒在地上 两人谁都不想放过对手 接下来的时间 两人进攻依旧很猛 陈玲玲一定要加油啊 看准了再出拳 这回合 陈玲玲的表现还是很亮眼 打出了自己的节奏 还将对手压制住了 即便进身之后 陈玲玲也能凶狠地进行还击 控制的是非常好 但是现在面对陈玲的 就是之前我们谈到的 他的二次进攻 还有他的防守反击的一手 这个血有点 破口了 嗯 口子不小 不知道对后面的比赛啊 会会不造成影响 是的 很有可能是甘吉娜的这种 舍身技 也就是腾空的转身后登 看到双方好像是都有破口 那也许是 双方也许是头部相撞 因为两人脸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裁判暂停比赛 为两人处理一下伤口 但是比赛进行到这里 甘吉娜脸上还是一脸不服气的表情 简单调整之后 两人的大战继续进行 好 比赛继续 双方都是 真是火药味啊 充斥 打着火了 是的 充斥了整个的体育管 这个 倒 那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 可以说到最后第三回合 胜利的天平究竟会转向谁 不好说 是的 因为在第二回合 陈琳琳这个状态的回升 以及节奏的调整 是相当的及时 而且双方这个商评时间啊 可以说对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了 前面两人都没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这回合就是决胜的关键 双方一定要拿出真本事了 甘吉娜进攻还是很积极 步伐上不断地逼近陈琳琳 但这回合 陈琳琳将防守做到位 在后退中做出精准的反击 不让对手有太多命中的点数 比赛进行到这里 双方想将对手KO也很难 毕竟现在体能消耗比较严重 挥出的拳头不足以KO对手 动作互换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甘吉娜 能够去用更加比以更立体的 这种打法来遏制你 对 非常期待双方啊 我们看到第三个回合 有两分钟的时间 感觉他贴近的这一瞬间啊 甘吉娜出拳的时候 有着顶肘的动力 是的 因为这个确实双方啊 互相这个撞击的时间啊 这个时间窗口特别的小 对 现在陈琳琳 陈琳琳很快掌控比赛节奏 不会轻易被对手压制 最后的时间 一定要捍卫自己的荣誉 陈琳琳在进攻的时候很聪明 先打断对手的节奏 随即快速的进攻甘吉娜 让对手有点反应不过来 陈琳琳这回合 更多还是使用的腿法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现在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都是在抢节奏 不得不说 这场比赛还真是非常胶着 上回合 两人都将彼此脸打出血了 好 一分十秒 双方我们看到 真是这个架势拉得非常的开 都是一个远距离 正是因为这个几率拉得太远 所以现在双方 谁都不敢轻易地贸然先起动 那么这种远距离对于职人来说 应该更加适合自己 因为自己的身高非常非常 对 组织性的直线性 甘吉娜侧身的法位做着防守 随时躲闪陈琳琳的腿法 陈琳琳可是获得过全国散打冠军金牌的 散打的经典招式 那是非常娴熟 并且命中率80%以上 非常具有迷惑性 并且能够左右架互换的选手 确实非常难打 这种左右架互换 这就看出他这个 他是闹的功力 是的 十秒 双方有没有最后一轮的对护 好 最终裁判宣布陈琳琳获胜 但是甘吉娜明显的不服气 认为自己赢了 直接推赏陈琳琳还叫嚣辱骂 如果觉得对比赛不服气 可以赛后提起申诉 这样子大吵大闹也不会解决问题 大家是如何看待本场比赛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点关注 不迷路 下期视频更精彩哦